原标题吴锦炎外滩中生哭得太丑 用尽全力才挤出一滴泪 因为演习功率 被观众所喜爱的不好惹的未解吴锦炎 在新剧《外滩中生》中 饰演了杜家三女儿杜欣美 在演习功率吴锦炎夸张的嘴型和表情 就已经有很多人吐槽 但因为魏英洛这个人设很带感 所以网友对吴锦炎还是喜欢多于吐槽的 可她在《外滩中生》中的两次哭泣 却让网友看起来觉得很尴尬 感觉她使出了浑身的力气 才好不容易挤出了一滴眼泪 第一次是在杜欣美吴锦炎饰演的姐姐杜欣芳去世之际 杜欣跟黛绪饰演 杜欣美 杜欣生 于浩明是演和杜家妈妈都围在病床边 于浩明因为是家里的大哥 他虽然难受 但是一滴眼泪也没有流作为顶梁柱 他必须坚强带绪在演这段的哭泣时 表情淡定眼眶湿润 一滴眼泪自然地流了下来 作为男孩子 他不想哭 但是最亲的家人离开时 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而无几年在哭的时候 能觉得他哭得特别痛苦无关 都难过的挤成一团 才好不容易挤出一滴眼泪 能感觉到吴锦炎很想把这段悲伤的戏份撑好 毕竟在戏中是自己最爱的姐姐去世了 他伤心难过是很正常的 只是这哭出来的感觉 让人觉得十分尴尬 另一次是在郭阿昌陈伟动饰演 和他说分手的时候 杜欣美和郭阿昌 在家人反对下 好不容易确认感情走到一起 没想到 郭阿昌在妈妈的威胁下和杜欣美说了 分手杜欣美回到家中 趴在桌上回忆郭阿昌说分手的话 又听到一直反对自己的哥哥说要支持自己 一方面因为分手而悲伤 另一方面 他又因为觉得对不起哥哥 所以杜欣美应该是哭得很伤心的 但是从吴锦炎的演技上来看 他又一次把自己的表情弄得狠手 才好不容易挤出一滴泪 让人看不出来悲伤 反而十分尴尬 不过除了哭泣之外 吴锦炎在外拍《终生》里的演技 还是可圈可脸的 他也延续了《演戏攻略》中 为洛乃兄的性格 成了武统里的大气小才法 和洛乃兄的声音 在外面中